这回玩大啊 医院工作人员边打游戏边挂号 官方通报已将其停职处理 近日 一段名为 打游戏真敬业的视频火爆全网 视频中这位穿着白大褂的医院工作人员 正坐在岗位上认真打游戏 窗口外站满了排队挂号的人 一面玻璃之格 却映射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声 玻璃外的人交集等候忧心如粉 玻璃内的人手眼并用专心打团 等单子打印出来就敲两下键盘 然后接过下一张就诊卡 继续鼓刀他的言行 看着娴熟的操作 不是第一天这么干了 拍摄视频的网友表示 他已经在那看他玩了半个小时的言行 实在看不下去 便掏出手机将视频拍摄了下来 没想到一经发布就在网上炸开了锅 绝大多数网友都对工作人员 不负责任的态度有时痛斥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个窗口大概率是个挂号仓谱 面前还有收取的现金 都说一心不可两用 万一给人家挂错了后 或者找错了钱可怎么办 不少网友气愤地表示 怪不得多问一句都嫌烦 原来窗口里面的人这么猛 很快就有眼见的网友一眼认出来 这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不少网友自发跑去华山医院 官方账号底下执行评论 全是冷嘲热讽 随着舆论越闹越大 记者致电医院官方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已经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并将涉事工作人员进行停职处理 后续会按照医院的规章制度 对其进行处理 并感谢社会监督 不得不说 院方的处理态度还是非常积极 但也有少部分人觉得 现在的网友太苛刻了 难道你们上班都不摸鱼偷懒了吗 对此 小编觉得 有些岗位可以摸鱼 但有些岗位不适合摸鱼 就比如视频中出现的医院 特别是三甲医院 患者高度集中 本来就挂号难看病难 往往需要一整天的时间都泡在医院里 这时候如果挂号取药窗口 能够保持高效能 那么就能极大缩短 每一位病犯看病的时间 或许在工作人员那里就是多一句话 甚至加快一点手速的事 但对于病犯来说 却是至关重要 一新专用跟一新二用效率能一样吗 你带那个窗口是为了服务病患的 如果这么喜欢打游戏 回家打好 所以也不能怪网友你生气 那么大家觉得呢 工作人员被网报到底冤不冤 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